最近這個鏡座刊報導了一個 臺商保羅的故事 這個也很值得大家警惕 社媒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這個臺商保羅 他大部分時間在美國 以及其他世界各地做生意 所以他其實對臺灣的一些狀況 不是這麼瞭解 這個保羅說因為他單身 大家知道現在有些人寂寞 就會上網去交朋友 於是他就到網路上 最近又很流行一種所謂的包養網 所以包養網就是說 上面有很多種很多照片 你就去看 有這些這些這些 然後因為照片其實也 也不是很清楚 那你要跟對方換Line之後 覺得OK 那你就約對方出來 約對方出來是有價錢的 要不然誰要為你跑一趟 有些人是兩千五 有些人三千 有些人五千 有些人比較貴大概八千 不做任何事情 只是出來讓你看一看 保羅意思是說 他就透過這種方式 就是見了好幾個女生 光是見這些女生 我個人認為是一種詐騙的方式 就是因為那個照片 有時候看起來很漂亮 但本人實在落差太大 對 沒錯 你好意思講 對 以前有那個筆友 那個時候有沒有什麼奇魔交友 有沒有 很早很早以前 就我們就躲在遠遠那邊看 是那一個嗎 怎麼跟那個不太一樣 對 落差滿大 我覺得那也是詐騙 我覺得那是一種詐騙 很早以前 前衣就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 好 除了這個之外 保羅意思是說 經過這麼多輪面試之後 有一個女孩 他說他叫張家瑜 所以他就叫他小瑜 這個女生的美貌 的確跟照片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 因為這個包養網 的確就是所謂的性交易 你可以給對方錢 給對方錢之後 兩個人迎貨兩棄之後 保羅會希望繼續跟他交往 那只有這個小瑜 願意跟他繼續交往 所以他就覺得 他既有美貌 又很善良 然後還懂我的心 所以我就繼續跟他交往了 交往之後 這個女生就會跟他講了 我跟你說 我認識好多人 你知道台中有一個前議長 講到這裡我先插個話 這個值得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保羅在包養網找到這個 你剛剛講那個張小瑜 對 小瑜 他說見面費 每一次都花兩千五到八千 換句話說光見面就要給錢 對啊 真的不用 什麼都不用做嗎 不用 不用 但是他跑一趟 兩千五到八千 兩千五到八千 每一個人價錢不一樣 差不多大概飯局的價錢 見面就要錢 要啊 你要他請他吃飯 就是那種飯局的那個妹妹有沒有 就差不多大概這個錢 看你長什麼樣子 然後他說兩個人好不容易真的見面了 花了兩萬塊性交易 可是對方卻不願意有過多的牽扯 加價購就對了 對 然後他說讓他覺得跟嫖妓差不多 事實上你們這就是交易啊 對啊 不然還想怎樣 為什麼要談感情啊 為什麼男人 我們最近講的那個有很多案例 就是除了交易之外 希望談感情 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跟你講 男生到了那個 想要展現自己的魅力 不單單我只有錢有魅力 我本人也有魅力 他要證實這一點 所以他只是那種嫖妓的過程 他會覺得心有不甘 我明明很帥 每天被帥醒 為什麼你就不欣賞我的帥 每天被帥醒 對 你知道嗎 男生到那個階段會有這一種想法 那你會不會知道一個真相 王醫師你有被自己帥醒過嗎 常常啊 撤謊啊 撤謊 你竟然可以回到這個 你被帥醒 你說不要這樣 王醫師看他很帥 今天題目不是詐騙嗎 是啊 你在騙大家還是騙你自己 入境隨俗 我還是很謊言 吹停自己 王醫師 我們做節目 也認識那麼多律師 他們那樣笑都會告他們 沒有 我們是開心啦 開心 好 這個 他說兩萬塊性交易 請教這麼貴 不是 如果漂亮的 其實差不多啦 有些高價的 至少他有沒有先講價錢的 比較重要 不要說他弄完了才兩萬太貴了 是有行情的啦 有小模啦 或者是之類的 宏毅大哥 九國昆林 就表示百分之九十像昆林 你說這一位是不是 是這一位嗎 兩萬 OK啦 這差不多啦 這自己亂取的吧 哪有像 這樣看明明就不像 不是 可是他應該是會 在店裡面有一個 就說你們店有一個什麼什麼 就講得出名字的 其實都是拿得上檯面的啦 還OK啦 兩萬 這樣兩萬 兩萬是 你怎麼 對 要先起來好了 處理一下 你很挑耶 什麼處理一下 你很挑耶 之所以 可是保羅很滿意啊 保羅滿意的意思 意思是 就是剛剛提到了 有他不只是跟這個女生 可能約出來以後 他們去從事性交易之後 有些女生就覺得 贏貨兩棄 不要再聯絡 因為我跟你之間 就是這樣關係 那只有這個小瑜 是願意繼續跟他聯絡 培養一種談戀愛的感覺 所以這個男生才覺得 那我這個錢就花得值得 但各位知道 免錢的是最貴的 因為這個女生 就開始跟他談戀愛 談戀愛之後 女生就會跟他講說 我跟你說 我有一個乾哥哥 很有名喔 誰呢 他就說是前台中議長 叫張青棠 其實老一輩人 應該都知道 他在地方上是滿久的了 滿有一些勢力 然後人脈也很廣 我說張青棠 他就說他就是我三哥 平常很照顧我 然後還提到 就是說他本來之前 已經要結婚了 那這個結婚的對象 不得了 是呂崇明的兒子 大家知道呂崇明嗎 在台中是某個公司的老闆 但是因為他也是人脈 各方面滿廣的 我剛剛前面提到 保羅是個台商 所以他基本上 他就聽聽就也被唬住了 其實這個女生更不認識這些人 但他一聽聽就覺得 那我如果繼續跟你談戀愛 你是不是可以幫我 介紹他們給我 把這個人脈介紹給我 所以他是因為這樣子 才繼續跟這個女的 一直交往下去 這個按照鏡週刊的報導 他說其實二零一五年 這個張小姐 你叫小瑜是不是 對 他已經曾經設局 誘使每個月花十五萬塊 包養他的王姓負傷 這個王姓負傷跟保羅不一樣的人 不同 對 就王姓負傷十五萬包養 他一個月掉入 而且還掉入網路賭博陷阱 詐騙 加上謊稱欠債 火童閨蜜放他高利貸等手段 短短四個月 讓負傷損失四千萬 那最後他們有達成和解 可是神女還是被判刑一年 緩刑兩年 那最近這個保羅這個事情 是他被這個利用包養平台再付出 換句話說他以前是有前科的 有前科啊 到底他怎麼騙呢 來看看他的手段 第一 剛剛提到了 在交易之後呢 他就跟這個保羅 一直維持一個不錯的關係 然後不斷跟保羅說 他又認識誰 認識誰 所以保羅就對這個女生 其實印象深刻 而且很有好感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重點了 通常呢 如果對方對你很好 但是他的爸爸媽媽 身體都會不好 大家知道 什麼爸爸生病 媽媽離癌 弟弟車禍 通通通這種都會冒出來 就像師學少女這樣 對對對 然後請你幫我完成學業 就類似這樣 那有一天小魚呢 就跟保羅說 你可以不可以幫幫忙 幫幫忙 我媽媽啊 癌痕了 現在在醫院 在醫院 那怎麼了 我現在需要二十五萬現金 說要轉往安寧病房 要二十五萬現金 我需要這個錢 因為很緊急很緊急 然後保羅就說 那好好好 那我就去幫你刷 他說不不不不 你就到他指定了一個通訊行 他說你到通訊行去 去刷這個卡二十五萬 但是要付兩萬手續費 錢通訊行會轉給我 然後這個保羅 可能搞不清楚狀況 我剛剛提到 因為台商嘛 怎麼那麼奇怪 會到通訊 對啊 然後為什麼要手續費 兩萬 然後連通訊行的人都受不了 為什麼 因為保羅就敢去 這個通訊行跟他講說 我現在要刷二十五萬什麼 連這個通訊行的老闆說 你要幹嘛 我女朋友啊 媽媽生病啊 在哪裡 在榮總什麼 通訊行的老闆說 醫院有在刷卡耶 醫院不一定收現金耶 連這個老闆都跟保羅講 保羅講 對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小瑜說 醫院不是就能刷卡嗎 結果小瑜說什麼 因為前面我們欠了太多醫藥費了 所以醫院不讓我刷卡了 你這不把錢弄進來 我就完蛋了 哇 這一講 是不是錢就進去了 有喔 中喔 對不對 這個有 反正他很可憐嘛 要進去 然後這中間呢 其實這上面還有你知道詐騙喔 這個網路詐騙 也有很多的這種手段 什麼手段呢 我前面不是提到說 他前男友 小瑜的前男友是 呂崇明兒子叫John 然後呢 突然有一天這個John 竟然還聯絡保羅 跟保羅講說 我跟你說 小瑜這女孩了不起 我本來喔 要給他一千萬 他都不收 這女孩有骨氣 他就是不想我幫忙 連我要照顧他 他有情有義 他一毛錢都不收我的 不過我跟你說喔 保羅先生 現在他跟你交往 你多照顧他一下 好不好 他現在缺錢 有一筆十七萬五千塊 你還是給他吧 這個一定很奇怪 保羅是弱智是不是 不是這樣 這麼熱情的前任嗎 保羅說智能不準 這麼前任怎麼了 這也是蝌蚪智能 對 真的 你太扯了 對 而且蝌蚪都變青蛙了 你有沒有覺得有的時候我們 那所以你剛剛問我們三個人說 你會不會告訴人家你被騙 當然不會 因為那個過程告訴人家 人家都會笑啊 就會覺得你怎麼這麼傻 可是有時候男生 你在暈船的時候是真的 真的會發生這種事情 沒有 暈船的當下的那一位船 那個水手是不會有感覺 而且這個醬都說 我跟他交往過 我家裡家大業大 他都不貪我家的錢了 他是多麼有骨氣 而且他根本沒有 進過這個醬 沒有耶 只是接到電話 只是LINE 對話LINE 對話 連電 連講電話都沒有 只是LINE 你看多可怕 所以你看光是這個 好 這個錢又過去了 然後他為什麼要匯這個錢 是因為有一次小儀就說 我跟妳說 醬他們家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餐會 對 會辦這個尾牙 那你知道嗎 因為呂家在台中 家大業大 所以這個尾牙不得了 有頭有臉的 甚至政治人物都會來 我會帶你去 那保羅就覺得 醬我就值了 對不對 OK的 結果等半天 賣通錢賣 對 等半天 怎麼 我們不是講好要去嗎 這女生突然一下消失 很晚的時候 才告訴Paul 又來了 我媽生病啊 我今天沒有辦法去尾牙 我真的對你很抱歉啊 下次我再帶你去 你都會覺得這個有問題 對不對 可是保羅一直覺得 那個很沒面子耶 對啊 因為人家根本沒有邀我 然後我就那去參加尾牙 問你哪位 就女朋友沒有出現 我一看他腿 對啊 到底要吃不吃啊 所以這整個過程 我們聽起來都匪夷所思 後來這個保羅 也我覺得他也蠻聰明的 其實前後你看25加17萬 大概也不到50萬 所以他就覺得他是被詐騙 所以他就把這件事情 其實你看現在公開了 他也去告 然後知道一些真相 真的非常不堪 除了後來他已經知道 這個小魚就是之前有詐欺 前科的這個九國昆林之外呢 各位 不要再去上什麼包養網了 你知道上包養網有個過程 比方說這上面有一個 我們說是Amy小姐好了 我覺得他很漂亮 我是不是要先跟他聊天 Amy就會說 我怎樣我怎樣 然後你會跟他聊得很愉快 對不對 你不是真的跟Amy聊天 跟你聊天的叫代聊公司 其實跟你聊天 可能就是一個男生 用Line或用什麼 是假的 他其實是假的跟你聊 吊你 對啊 你不錯啊 你看你的頭像你很帥 你事業有成什麼 那你是不是會覺得 春心蕩漾 你覺得這個女生都懂你 然後你就會說 Amy我想要跟你見面 Amy會說 見面一次是八千塊 你願意付嗎 他就說願意 好就約好地點 Amy是不是來 Amy來之前代聊公司 要跟他上課 我跟他聊過什麼 他的特徵是什麼 他喜歡吃什麼 他討厭什麼 他結婚或沒結婚 甚至性癖好各方面 我都要教你 然後你再去跟他聊天 代聊公司把那個交談的資料 給他讓他了解 洪英大哥 以後根本沒有代聊公司 我認為以後根本就AI聊天 就好了 我會把你結錄重點 因為Line有時候 常常我會收到一個 然後過來說 不好意思我打錯了 然後想要跟你聊天 有沒有 常常會收到 我也常常收到 那是AI 那個就是他就是釣魚 看看就是撒網 看你如果會種的話就會種 像我就會問他說 這個農場有五隻雞 八隻鴨 九隻牛 那總共加起來 他們有幾隻腳 他就回答不出來 老實講 我覺得這個很離譜 因為這個張小姐 曾經以幫這個保羅洗車為由 拿了保羅的信用卡 趁機倒刷兩筆 然後總共是三萬五千塊 他說他其實心裡也不舒服 不過他還是買單 然後這個張小姐還要保羅 陪他弟弟 陪他到他弟弟的牛郎店 去捧場 請他刷十萬塊 幫他支持他的業績 這樣子 那我覺得請教 王醫師你幹嘛保羅的心態是什麼 他都覺得很奇怪的 怎麼還會一直一直跳進去 其實他不可能沒有懷疑 可是人類有個特性 就是說我們喜歡維持自己的認知架構 很討厭那種認知失衡的那種現象 什麼叫認知失衡 就是說比如在我心裡面 我已經認知到說像是 我相信洪一大哥是一個正派的人 然後很顧家 那如果旁邊忽然有個記者 拿一張照片說 總統已經被拍到 我跟其他女生在一起了 我的第一個反應一定是 這角度對嗎 這是不是合成的 是不是假的 那為什麼我會有第一個這個反應 因為大多數人類會先希望篩選現實 希望這個現實符合我的認知 同樣的如果說這個人本來 如果本來這個人 他就是很討厭鄭宏儀 他覺得鄭宏儀 通通都是那個偽君子 那麼他拿到這個詐騙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果然抓到了 我們終於抓到真相了 這是人類的正常的反應 還是人類的正常反應 所以這一些詐騙其實一開始都一定要把被騙的人 在被騙的腦袋裡面先建構很多很多的認知 那這種認知往往是需要 那你就那個保羅對那個女生的認知 他一開始認知就是在眾多女孩子中間 就是有這麼一個這麼漂亮的女孩子 他願意來靠近我願意跟我認識 因為看我的優點跟我有談戀愛的感覺 然後他又告訴我說 他有很多的人嘛 又認識什麼有名的人 還有剛剛哥哥什麼之類的 所以在他的認知裡面 這個女孩子就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發現保羅一直一直跳進去 我們要不要提醒他 其實你要去提醒他的話 你的方法要用對 因為我們人類也 保羅靠腰 他在騙你 聽不進去 通常都會失敗 你是精蟲衝昏頭 對 因為如果說腦袋 人腦袋裡面 一定通常都會有那種紅白對抗 這種狀況 天使跟惡魔 他會彼此互相交織 其實每一個人內在心裡深處 都會互相衝突 但是我們人類的大腦 有一個很偷懶的地方 就是如果這個時候 你有一個外力介入 你跳進來扮演其中一個角色的時候 他就會專心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意思是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懷疑 這一個我的部下 他可能有貪污 可是在我腦袋裡面 又覺得這個人大多數的表現都很不錯 就像那個公關計畫一樣 那我腦袋裡面想說 有沒有可能他有問題 但是這個時候 我還在掙扎的時候 這個人忽然有個人跑過來說 他是詐騙啦 可是我腦袋裡面 我就會開始淡戰到另外一方 可是這個人工作表現還不錯 你懂我意思吧 對 那這是人類大腦 一個先天的偷懶的一種行為 那但是最糟糕的事情是 我們所有的想法 從我們內在裡面 自己生出來的比較有說服力 所以我站在紅方久了 那我就會開始越來越堅定我的信念 所以當你開始來去 用這種方式去說服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記者告訴我說 鄭王人別抓到了 我會開始跟他defense 我覺得說這不太可能 我會開始站在另外一方 對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真的 那你對潛意的認知是什麼 我跟他不是很熟啦 所以反過來講 如果這個時候 你真的要去說服的話 你比較好的做法是 我覺得張文怡是不是惹上了麻煩 有人要陷害他 有人要陷害他 對 有人要陷害他 我就拿來這張照片說 他是不是被陷害了 我說有可能喔 可是在這一瞬間 我腦袋裡面就有那種 有沒有可能他這個是偽君子的 那個東西就開始生根萌芽 你用這種方式 比較有可能去扭轉 那我們要怎麼勸他 他才會 就是用我剛才說的那個方法 你覺得他是個好人 對 你覺得好人 也許他真的就是 那難道沒有可能說他是騙子嗎 請他在腦袋裡面去思考 那個另外一個方向的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